在台湾 没到农历齐悦 大多数的人们都会有所机会 尽量不在这个月份 进行一些活动 例如买车 搬家 结婚 开刀等 我相信不少朋友 小时候也和我一样 曾被长辈告接过 别到西边细水 特别是爱农历齐悦 因为有个流传于民间的传说 当鬼门开始 那些潜伏在水里的怨铃 会等待人们靠近水边时 一把将人拖进水里 大家好 我是希尔 欢迎收看本节的都市传说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介绍 水鬼抓交替的传说 在许多民间信仰中 人们相信 非自然死亡的亡魂 多少都带有着怨念 而这些亡魂 被认为是急凶的厉鬼 为了能再度转世投胎 必须找到一个活人 来点替自己 成为替死鬼 也就是俗称的抓交替 而抓交替 通常发生在曾经有人狠死的地点 像是经常发生车祸的路段 或是曾经有人寻断过的大楼 其中 因溺水而亡的鬼魂 被称之为水鬼 往生者通常会在意识清晰的情况下 饱受无法呼吸的窒息感 死亡过程较为漫长的痛苦 因情绪能量产生大幅的波动 和空间磁场的剧烈变化 使得往生者的灵魂 被挤入狭窄的空间里 无法自由的行动 而生前时所经历的痛苦 会不断地重演 因此 要解脱灵魂的束缚与痛苦 就必须再次让空间磁场 产生剧烈的变化 也就是让另一个人 经历相同的痛苦 自己才有机会解脱 而这也是水鬼 之所以令人感到害怕的原因 因为水鬼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俗话说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但水鬼抓交替的对象 几乎全是无焉无仇的人 甚至若有人出手干预 还有可能因此被水鬼盯上 最后一名网友表示 他曾在桥边 遇到一个妇女不慎落入河里 当时 他立刻停下急车报警 并试着出手相救 却听到一股不知从哪来的怨气 在他的耳边说道 别坏好事 显然 这个好事 指的就是抓交替这件事 所幸 最后妇女被救上岸 除了受到惊吓以外 并没有大碍 而该名网友 在事后折到庙里拜拜 才化解了这次的危机 但这位善良的网友表示 如果再次遇到 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救人 而网络上 也有许多人有类似的经验 明明是在水深不及药的 溪边溪水 看似没有任何危险 却突然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让人不停地往下沉 感觉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样 才有一群学生 趁着炎炎夏日到西边避暑 到了西边 大家都跳进冰凉的溪水里头 但唯独一个不会游泳的朋友 只是在一旁泡泡脚 突然一阵风吹来 把他的帽子吹到了水中 他走下去 想要捡自己的帽子 突然间 一股强劲使命地将他往水中拉 他随即大声地呼救 其他人赶紧将他救上岸 他告诉大家 刚刚他感觉到有一个东西 一直拉着他的脚 大家都不相信 认为他只是因为怕水而胡言乱语 但直到大家看到他脚踝处 那一道不知名的抓痕后 所有人 无不感到一阵猫鼓手来 而谈到抓交替 并不得不提2008年 园林齐盘村的抓交替事件 位在园林谷坑的齐盘村附近 有一条斗六大尊 是一条农民灌溉农田的重要渠道 从古至今 在斗六大尊遇难的人 却不胜其数 曾有人在此情深 也有不少骑士在经过渠道上的桥石 发生了车祸 更有传闻 有农民在结束工作后 只是蹲在渠道边洗手 却被一把拉了下去 在这人口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庄里 怪事却接二连散地发生 让村民们感到人性惶惶 在2008年年初的某一晚 棋盘村里 主要供奉玄天上帝的宫庙 一天宫 里头的五座香炉 却同时发炉 由于发生的几率极低 因此 村民们相信 是玄天上帝另有所指 庙柱也担心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便依照玄天上帝的指示 连而村长和村民们 决行大规模的路绩 连着渠道 行经梅新桥 一路到骑山桥 总长约两公里的路程 几乎动员了村里的男女老少 当时 这起全村抓鬼行动 还要上了全国各大媒体版面 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在路绩结束后 原本每年都会增添 冤魂的抖六大尊 十几年下来 几乎不再发生意外 但村里却还有另外一个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 连续五届的村长 最后都发生了不幸 其中两位村长 在任职期间破产 另外有三位纵风 一夕之间突然猝死 还有一位副村长 在坐着村长的位置之后 三天内便在家中暴毙而亡 似乎像是有一个无法打破的诅咒 笼罩着棋盘村 直到后来的某一任村长 将村长办公室移到家中 最后才得以安心的做到退休 而这究竟是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没有人知道 炎炎夏日 到西边细水 是热门消暑的热门活动 但台湾夏季的气候 受到太平洋海上热带汽油的影响 加上陡峭的地形 时常会在午后 突如其来的下一场大雨 天气的骤变 更会增加户外活动危险性 而西边和海边 都属于开放水域 不同于封闭的人造泳池 水底变化多段的地形 让人难以预测 看似清澈安全的溪水 其实潜藏着暗流和漩涡的危机 也正因为许多人 对于水域环境的不熟悉 在还来不及意识到 自己身陷危险时 意外就发生了 因此 才会造成每年都有不少溺弊事件发生 而每年的农历七月 刚好都是暑假期间 是最多人到户外 经营水上活动的旺季 因此每年暑假 看到溺水意外的新闻 用阵风鬼月 时常让人有一些恐怖的联想 于是 农历七月水鬼抓交替的传闻 便就这样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本集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有些故事想要分享 也欢迎点选资讯栏连结投稿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